我是老威 這一款墮天地獄獸啊 你會有想要露坑嗎 因為首先我覺得他首先他長的就是一個壞人樣嘛 那所以基本上 不曉得說你會就是因為畢竟他沒有那種好人那麼帥感覺而且 他這一款就是感覺就像穿衣服一樣 所以變成說他在組裝的時候啊 雖然就是我目前看外盒啦感覺是有點帥啦 就是這種感覺因為畢竟 能夠組裝模型出到像這種衣服的這種質感的 好像也只有目前只有這一款有 但是因為畢竟衝著他我覺得他不是 這麼帥的一個版本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覺得應該買的人就相對就會比較少 除非你就是那個樹麻寶貝粉嘛對不對 但是我們因為畢竟就是過年沒什麼新品嘛 所以我們還是來開箱一下吧 首先可以看到這個盒子啊就是跟之前的增幅板不太一樣 這個盒子相對小很多 那你可以看到說板件部分啊基本上都是那種噴移的這種感覺 那你可以看到說裡面的槍啊 板件相對真的是小 小比較多 那可以看到說就是因為他是這種皮膚 就是比較像穿皮衣的這種數碼寶貝的怪獸 所以其實他比較不像鋼彈那種有靈有角 他反而是比較多這種 就那種曲線型的這種就是板件比較多 那板件的顏色呢也相對的暗沉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你要做出他這麼的 就是他這個就是他盒子上面這麼這麼細緻的漂亮的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你可能要再自己做一下噴塗 要不然的話 我覺得眼影色的話會相對素蠻多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說明書的部分的話 其實應該都還蠻好看的 對那這一款的話就是只有一個人型也沒辦法變形 然後就是 我覺得就是比較挑人的一款款式 不曉得說就是這一款就是如果你有收數碼寶貝全收的話 我覺得應該 會想要收 但是如果 沒有 全收的話 我覺得這一款應該會 對應該很多人都會pass 好啦我們就簡單開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再見囉拜拜 拜拜